季敏昊 人衣彩绘笔或是颜料 不同于一般蜡笔或水彩 能在皮肤上作画 质地细腻 显色度佳 且容易清洗 这独特的研发制造 就是来自台湾宜兰的一间蜡笔工厂 36年的老色号蜡笔工厂 规模不大 却曾创造一天量产 200万只蜡笔的记录 是全台产量最大的蜡笔厂 一年的营业额 更达1.4亿元 也是全台唯一 人体彩绘原料生产商 凭着100多样产品 一路卖到欧美30多国 蜡笔工厂第二代徐帆 与父亲徐德忠 一起将原本阳春的代工厂 打造品牌商品 我们要从蜡笔进入到化妆品 这一个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因为其实原料那些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国家 它对于化妆品 它这个检验是非常严格的 你都要符合皮肤测试 不能含有重金属 小朋友用的也不能过敏 把蜡笔画在人体上 原料安全是首要条件 这里就是把其他不同需要的蜡 除了跟色粉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主要原料 全部都在这里混合 蜡和颜料的混合 还得经过二次研磨 让蜡笔的颜色质地更均匀稳定 磨过以后它的均匀度很好 就好像有一点韧性的蜡 把色粉已经完全的混合了 颜料经过一百度蒸汽加热 灌入模具再急速冷却成型 这套程序看似简单 却隐藏一门学问 你太热会浪费很多能源 太冷收缩太快 做出来的比会瑕疵品很多 所以说这个要靠经验值去调整 虽然进口美国化妆品颜料 来制作人体彩绘产品成本较高 但蜡笔售价不到一百元 水性颜料也只要三百五十元 比欧洲化妆品品牌的人体彩绘产品 便宜了两到三倍 不仅提高传统蜡笔附加价值 更带来广大商机 美风世界杯足球赛 欧美球迷把国旗画在脸上 为自家队伍加油 他们所使用的国旗彩绘棒 就是出自徐德中之手 将三个颜色的蜡笔结合在一块 变成一体成型的彩绘棒 外形像个橡皮擦 轻轻一化 马上秀出三色排列的国旗 光是2014年试足赛期间 就热销三百万只 肩膀行动的创意 加上专业技术 蜡笔种类推陈初心 像是蜡笔可以画在白板和玻璃上 用布就能擦拭干净 或是以天然大豆做成的蜡笔 不用担心小朋友吃进嘴里 我不要做大量的 我做精致的 我做研发的让别人赶不上 我把我的品质做好 然后把我的产品做了很多种 多角化这样子 这是我们目前在研发上面它的方向 从家庭蜡笔代工厂到站稳全球人体彩绘市场 学家父子透过化学反应碰撞出了蜡笔 成为全世界惊艳的台湾奇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